對好 我先塗好 我先發這邊平好了 女妻是紅燈又轉被圓景攔查 再問到關鍵身分 她開始吞吞吐吐 這什麼名字 欸 我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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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戴著可愛安全帽 長髮飄飄 但2005年的出生年份 直接讓圓景大喊不可能 你生日以前2005年 你在騙誰啊 生日以前2005年 對啊 原來是黃豹女兒身分 還真以為圓景好騙 但她成熟的長相 完全藏不住 她已經年過半百 是名53歲的大媽事實 桃園觀音證明流姓女騎士 19號行金 雙進路跟長安路口時 違規右轉被攔查 她不老實 還說自己剛換身分證字號 既不熟 結果一開口 卻是報了女兒的出生年月日 單一照片 你本人相當太大 當場被嚴謹釋破 一般都知道身分名字 是可以改三次的 但這身分字號 還真的可以因為碰到 不雅諧音來更改 不過僅限一次 撤回女子因為毒品被通緝 想專入洞 但門都沒有 最後還是被借送歸案 這年恐怕得在牢裡過了 TVS新聞 林志偉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